达生之情者 不悟生之所无以为 达命之情者 不悟之之所无奈何 养行必先之以物 物有余而行不养者有之以 有生必先无离行 行不离而生亡者有之以 生之来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 卑夫 使之人以为养行足以存生 而养行果不足以存生 则是稀足为灾 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 其为不免以 夫欲免为行者 莫如弃世 弃世则无类 无类则正平 正平则与比更生 更生则即以 使稀足以气而生稀足以 弃世则行不老 以生则经不 亏 夫行全经父 与天为一 天地者 万物之父母也 何则成体 散则成始 行经不亏 是未能疑 经而又经 凡以相天 子列子问观隐约 智人前行不智 导火不热 行乎万物之上而不利 请问何以置于此 观隐约 是纯气之首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 居 于于女 凡有貌相生色者 皆物也 物与物何以相远 夫息足以智乎先 是色而矣 则物之造乎不行 而指乎无所化 夫得事而穷之者 物焉得而止焉 彼将处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无端之计 由乎万物之所忠实 义其性 养其器 何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 夫弱事者 其天首全 其神无戏 物息自入焉 夫罪者之坠车 虽极不死 古节与人同而犯害 与人意 其神全也 成义不知也 赘义不知也 此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 是故恶物而不赦 彼得全于酒而犹弱事 而况得全于天乎 圣人藏于天 故莫知能商也 复仇者 不折莫干 虽有至心者 不愿飘瓦 是以天下平均 故无攻占之乱 无杀戮之行者 由此道 也 不开仁之天 而开天之天 开天者得生 开仁者贼生 不厌其天 不忽于人 民几乎以其真 众尼是楚 出于林中 见勾楼者成条 由多知也 众尼曰 子巧呼 有道也 曰 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完二而不赘 则失者资诸 累三而不赘 则失者十一 累五而不赘 由多知也 无处身也 若觉诸居 无值弊也 若睪木之之 虽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 而为调义之之 无不返不测 不以万物一条之意 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位 弟子曰 用智不分 乃宁于神 其勾楼障人之位乎 言冤问众尼曰 无常计乎伤身之冤 今人操舟若神 无问焉曰 操舟可学也 曰 可 擅有者数能 若乃夫眉人 则未常见舟而便操之也 无问焉而不无告 敢问何谓也 众尼曰 擅有者数能 望谁也 若乃夫眉人之 未常见舟而便操之也 彼是渊若灵 是舟若履 由其车却也 父却万方尘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恶枉而不暇 以瓦柱者巧 以勾柱者淡 以黄金柱者昏 其巧一也 而有所今 则众外也 凡外众者内拙 填开之见周微功 微功曰 无闻柱慎学生 无子与柱慎有 亦和闻焉 填开之曰 开之草拔会 以示门庭 亦和闻于夫子 微功曰 填子无让 寡人愿闻之 开之曰 闻之夫子曰 赡养生者 若木扬然 是其后者而编之 微功曰 何谓也 填开之曰 卢有担报者 言居而水饮 不与民共利 行年七时而有有婴儿之色 不幸遇恶虎 恶虎杀而食之 有张义 者 高门献薄 无不走也 行年四时而有内热之 并已死 抱养其内而虎食其外 一养其外而并攻其内 此二子者 皆不编其后者也 众尼曰 无入而藏 无出而扬 柴力其中央 三者若得 其名必及 夫未徒者 食杀一人 则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胜足土而后 赶出烟 不义之乎 人之所取位者 任习之上 饮食之间 而不知为之戒者 过也 助宗人玄端以林劳霞说志 约 汝稀饿死 吾将三月换乳 十日戒 三日齐 戒白毛 家汝兼考乎雕祖之上 则汝未知乎 未至谋约 不如食以康糟而错之劳霞之中 自未谋 则苟生有鲜勉之尊 死的于赚笋之上 距吾之中则为之 未至谋则去之 自未谋则取之 所亦智者何也 还公田于则 管仲欲 见鬼焉 公辅管仲之首约 众父何见 对约 臣无所见 公返 A仪为病 数日不出 其事有皇子告傲者 约 公则自伤 鬼恶能伤功 夫愤处之气 散而不返 则为不足 上而不下 则使人善怒 下而不 上 则使人善望 不上不下 终身当心 则为病 还公约 然则有鬼呼 约 有 神有吕 造有祭 户内之繁壤 雷霆处之 东北方之下者 贝阿 归龙月之 西北方之下者 则易阳处之 谁有网向 秋有深 山有魁 也有彷徨 则有威夷 公约 请问尾蛇之福状何如 皇子曰 威夷 其大如骨 其长如圆 子依而诸冠 其唯物也恶 闻雷车之声则捧其手而立 见之者待呼罢 还公诊人而孝曰 此寡人之所见者也 于是正依观雨之作 不中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继绳子为亡养斗鸡 时日而问 既已呼 曰 未也 方须交而逝起 时日又问 曰 未也 由疑向景 时日又问 曰 未也 由疾世而盛气 时日又问 曰 姬已 姬虽有名者 已无便已 望之四目姬已 其得全已 亦姬无感应者 凡走已 孔子关于吕梁 献水三十刃 流墨四十里 原陀于憋之所不能有也 建一丈夫由之 以为有苦而遇死也 使弟子并流而整 之 数百步而出 被发行歌儿由于堂下 孔子从而问焉 曰 无以子为鬼 查字则人也 请问 岛水有道乎 曰 王 吾无道 无始乎故 常乎信 成乎命 与其聚入 于谷携出 从水之道而不为思焉 此无所以导之也 孔子曰 何谓始乎故 常乎信 成乎命 曰 无生于灵而安于灵 故也 常于水而安于水 信也 不知无所以然而然 命也 子庆消目为巨 日成 见者经有鬼神 鲁侯见而问焉 曰 子何树已 未焉 对曰 臣 工人 何树之有 虽然 有一焉 臣将为巨 未尝敢以好弃也 必其已静心 其三日 而不敢怀庆赏绝路 其五日 不敢怀飞欲巧捉 其七日 折然万无有四之行体也 荡是时也 无功朝 其巧砖而外骨消 然后入山林 观天性行驱 至已 然后成聚 然后加手焉 不然则已 则已天和天 其之所以疑神者 其事与 东也既已欲见庄公 进退众神 左右玄中归 庄公已为文符过也 使之勾拜而返 言何欲之 入 见曰 即之马将拜 功密而不应 少焉 果拜而返 功曰 子何以之之 曰 其马力竭已而有求焉 故曰拜 功垂玄而盖规矩 只与物化而不以心机 顾其灵台 亦而不至 望足 吕之事也 望要 待之事也 知望是非 心之事也 不内辩 不外从 是会之事也 使乎是而未尝不适者 望是之事也 有孙修者 种门而 岔子 扁庆子曰 修居香不见 未不修 临难不见 未不永 然而田园不遇岁 弑君不遇事 宾于乡里 逐于 周部 则胡醉呼天哉 修恶欲此命也 扁子曰 子独不闻夫 至人之自行也 望其肝胆 以其耳目 茫然彷徨呼尘垢之外 逍遥呼吾是之夜 是未为而不适 常而不载 今辱是之以金鱼 修身以名乌 朝朝呼若 接日月而行也 辱的泉而行驱 聚而久俏 无中道腰于龙芒 博迁而比于人数亦性矣 又何侠呼天之愿哉 子亡矣 孙子出 贬子入 坐有间 仰天而叹 弟子问曰 先生何为叹呼 贬子曰向者修来 无告之以至人之德 无恐其今而遂至于或也 弟子曰 不然 孙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 非故不能或是 孙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 彼顾或而来以 又惜罪焉 贬子曰 不然 惜者有鸟指于鲁骄 鲁君说之 未聚太劳已享之 奏酒少已乐之 鸟乃使幽悲炫世 不敢饮食 此之未宜己养养鸟也 若夫宜鸟养养鸟者 宜妻之身临 福之江湖 食之以威夷 则安平路而已以 今修 款其寡闻之民也 无告以至人之德 辟之若再稀以车马 乐 燕以中骨也 彼又恶能无惊呼哉 双引号